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叫圖層狀態管理員 他比較特別一點 我先把所有的東西都打開來 然後我會把它解凍 然後解鎖貨 也就是目前是 目前是全部看得到 目前是全部都看得到 像這個樣子 好,那 假設我現在只想看到 結構而已 如果我現在只想看到結構 那應該是對他做隔離 我現在只看到結構而已 其他的是不是就被 被 關起來 就是被動起來 那 這個狀態 是可以被記錄下來 像我現在是只有開1,2,3,其他都動起來 那我就點一下他 圖層狀態管理員 然後你可以給他一個名字 好,例如說我一樣叫 結構 他就把現在這些開開關關 跟顏色跟什麼 就存起來了 好,那關起來 然後呢 當然我也可以開 存一個叫全開好了 好,我再存一個 這現在是全部打開 好,全部打開 我也存一個叫做 新建 全開 好,是不是有兩個 關閉 那我再存一個 只有加配好了 好,只要家具留下來 其他都不要看到 好,那一樣可以把它存起來 OK 關閉 好,所以我存了三個狀態 我不是用篩選的 我就是存了三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隨時可以被還原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全開 現在沒有全開嘛 我想要全開 你就點性質 點全開 點還原 就全部回來 我現在只想看到家具 點加配 點還原 好,就等於 他把分類跟那個 跟狀態全部都記起來 所以我剛剛有稍微提了一下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 反而比分組 或者是篩選來的好用 因為他就把整個狀態記起來 那你可以快速的切換 塗層的狀態 好,反正那些開開關關 你只要做幾個 做幾個名字把它存起來 那將來就是一直取回一直取回 就是一直還原 好,一直還原一直還原 你就可以很快的進行切換 還蠻好用的 那來試一下 這個叫 塗層狀態管理員 你要先做好你的狀態 再按新鍵 它就存起來了 好,來試一下 再按新鍵